坦荡也勇敢 世界变更要让我转 一声坦荡荡 挠四方 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船 今生还有地方干吗 她是你的妻子啊 你没有好好地照顾她 她到底怎么了 新兰死了 我意味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啊 她为了救我 牺牲了自己 你武功那么高还要她救你 你把话说清楚啊 刘喜和江别河污蔑我杀了铁如云 八大派暗算我 我昏迷了 新兰带我回了仪花宫 那两个女人杀了新兰 那两个女人杀了新兰 大师父逼她跳牙自尽 你师父逼她跳 你不会阻止啊 我昏迷了 我 我不知道 我没有知觉 一句不知道就推得一干二净啊 是不是一句不知道就推得一干二净啊 但是我没有知觉 我不知道啊 你现在已经有知觉了 你知道啊 替她报仇啊 报仇 我打不过他们两个 就算打不过也要打呀 拼了老命也要打呀 打呀 那小小女的仇你怎么不报啊 谁不报啊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讲的话哪就是真哪就是假 我都不知道 对对假假 你不要管 有件事千将万确 你是废人一个啊 再讲一遍 废人 再讲一遍 废人 再讲一遍 废人 再讲 废人 我让你再讲一遍 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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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 废人 我小鱼儿不再是你的朋友 我们不再是朋友 以后你的事我不会管 不要 我的事也不用你管 我要去报仇 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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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废人 废人 雷 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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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样都杀不了你 你这点雕虫小技 就想杀掉本都 你说青蟹跑得快 还是红蟹跑得快 你说呢 青蟹 红蟹都死了 怎么跑啊 你说铁棍打头最痛 还是木棍打头最痛 你说呢 头最痛 你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我跟小仙女的开心回忆 可惜啊 现在只能回忆了 是啊 为什么 死了 是啊 谁杀的 我呀 是啊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呀 应该把我杀死 替小仙女报仇啊 但是我根本就杀不了你 怎么办呢 所以 你在你身上绑了一些炸药 准备和我同归于尽 对吧 是啊 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呀 嗯 是个好办法 不过 不过 那要看是对谁了 嗯 你以为 你能把我炸死吗 嗯 没问题啊 我今天想好了两个结果 一是 你和我一起死 二是 我一个人死 也好啊 死了之后 就可以早一点去见小仙女 很快就有答案 我说五声 五声之后就有答案了 五 四 三 二 为什么我想死你都不让我死呢 为什么让你死 啊 啊 啊 我要让你活着 做一个永不放弃的年轻人 无论我走到哪儿 你都给我形影不离 要找机会杀掉我 啊 啊 啊 走到什么地方 都跟着我 哼 让你一有机会就杀掉我 啊 可是你有拿我没办法 没办法 哈哈哈 小鱼儿 你为小仙女报仇 可是你永远都得不了手 我要让你背着一个永远都不能实现的担子 让你看看这是多么难受 要知道死亡并不比生存更加痛苦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你怎么回事 好 根深不怕蜂摇动 树正不怕月影邪 你好坚强哦 我不是很坚强的 不是很坚强的小仙女 我不是很坚强的 我不坚强了小仙女 我不坚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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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一次盛况空前的 独王群英大会 在下红叶 不才被各位推举为本次盛会的主持人 不胜荣幸之至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众所周知 独王群英大会 每三年举办一次异常珍贵 各门各派均使出浑身解数 你争我夺 以登冠守之巅 以便统领江湖上三邦五门七世家 九大山庄一众独门兄弟啊 哈哈哈哈 呃 外围比试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呃 废人 废物 废财 废人 废物 废财 你说谁啊 你啊 嗯 帮刘喜做事的人 不是废人是什么呀 我 怎么 想打我啊 别忘了 你的手是用来拿笔的 你打不死我的 嗯 我 别说 我的手是写字的 可今天我就用它来打你 哈哈哈哈 还笑笑 哈哈哈哈 女朋友死了 她还笑得出来 哎 各位 我这里有十万两银票 我们在正式比赛之前 可以做一个娱乐节目 谁要让它 再也笑不出来 这十万两银票就是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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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不介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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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不介绍一个人 给你认识一下 我刚刚交的女朋友 笑啊 小仙女 没错 小仙女 笑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 鱼兄 鱼兄 小仙女来了 快 叫她小鱼蛋 快啊 小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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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各位 她笑不出来了 这一局 我赢 哈哈哈哈 不要再管这个废物了 现在毒王比赛正式开始 规则非常简单 我们每一次分两组进行抽签 抽签抽到失读者便失读 抽到解读者便解读 解读成功 失读失败 解读失败 失读者胜 然后再由优胜者每每对决 最终决出最后的胜者 哈哈哈哈 凡毒者皆胜于邪 而邪又必有毒 天地之间凡有毒者皆能害人也 等等 等等 你怎么起来了 还想死啊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真的想死 昔日神农逝尝百草 一日练就七十毒 今天 你们就用 我小鱼儿 来帮你们试百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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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于羞 神农逝 好 第一轮比赛开始 首先由西门家试读 四川唐家解读 比赛 嗯 开始 李师真本草纲目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其中三百一十二种标明有毒 西门家独门秘制的七虫九草丹 是由七种毒虫九种毒草捣烂煎熬而成 一共有七九六十三种不同配法 任你有仙丹灵药都不能将毒破解 各位观众 七重九草丹 这世上的飞禽走兽 蛇虫属蚁花草树木 一只玉石矿物均含毒性 若取其毒性用来解毒 即所谓的以毒攻毒 你还看不出来 他现在的样子不出一炷香的功夫 就一命呜呼啊 哼 胡说八道 他死不了的 我们唐门采集了天下制毒的 六十九种毒虫的粪便 精面而成一种以毒攻毒的解毒圣药 名叫六九天荒丸 给他服侍后 一定会要到毒虫 各位观众 六九天荒丸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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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余兄 你的饭量还真不小啊 死了没 死了没 没死啊 笑一笑 哦 果然没死 你们还真大啊 他没死 四川唐家戒毒成功 唐家获胜 接下来 第二局由五毒门对阵 黑家门开始 好 给人家下毒 要拿出毒药毒碗逼人家吃 人家不吃 你们怎么办啊 只好偷偷摸摸地放在人家的饭菜里面 这是下等手段 我告诉你们 最厉害的下毒手法是在对方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对对手下了毒 嘿嘿 小兄弟 我在你身旁转了一圈 已经向你下了毒 一个时辰之内 你会全身腐烂化黑血而死 黑头 以你看来 我下的是什么毒啊 你有什么办法破解 下什么毒 我都不用猜 不管你下什么毒 我的宝贝全能解 这是我们黑家绝技 先挑一百条云南御龙山冰残 自幼为服他们各种毒药 最后只剩下一条 视为斑残 它嗜毒成性 天下间任何毒素 它都视之如意 悉干殆尽 我还没死啊 我们黑家一定赢的 不知所谓 什么毒王群英会啊 废人废物废财 毒个人都毒不死 别浪费我时间 别浪费我时间 吃了他 吃了他 岂有此理 竟敢侮辱我们毒门中的人 你中了毒 僵尸毒 僵尸毒怎么样啊 第九流 你这是何苦呢 你要是参加毒王群英大会 就该早来 现在中途打岔 什么意思 谁是来打岔的 我是来解毒的呀 那你还不给他解毒 好 他快死了 你是要点香烛拜祭他吗 不 他的毒已经解了 为什么要救我 那你是什么时候 为他解毒的 刚才擦汗的时候啊 你们不是说 要无声无息 无人察觉 才是上乘的功夫吗 那你点蜡烛干什么 下毒呀 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你发了什么毒 昏睡毒杖啊 是用睡帘的种子做药引 再加上八十一种毒物 混合制成蜡烛的引子 无色无味 所以一点燃 你们就中招了 快给我们解毒 你们居然连自己 什么时候中的毒都不知道 怎么能配得上 毒王之王的称号啊 五毒老祖 彩虹七色杖在哪里啊 在我这里 你把我解毒 我就给你 好 你把彩虹七色杖给我 这就是解药 这是什么 闻一下就好了 我 我五毒老祖说到做到 我五毒老祖说到做到 你要彩虹七色杖 我现在就给你 小鱼儿 小鱼儿 我中了彩虹七色杖 我可以死吗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好狠毒 好 让你尝尝杀人风的厉害 让我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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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谁替小仙女报仇 我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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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打不过刘夕呀 你是不是男人 你打不过你就练哪 你打不过你就练哪 练到打过他为止 打过他又怎么样 我打过刘夕 他死了又怎么样 小仙女都回不来了 我早一点结束我这条命 很快就可以见到他 就好过了 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以后 就一定能见到小仙女 说不定你死了以后 就是一堆骨头 化为一堆骨灰 风一吹就灰飞烟灭了 你小鱼儿这一生 就这样完结了 我的一生已经完结了 自从小仙女死的那一刻起 我小鱼儿的这一生 就已经晚了 求你成全了 好 我们赌一把 你让我治你的病 治不好你会死得很惨 如果治好了 把你的命交给我 我督促你完成报仇大计 我答应你亲自毒死你 appa 小鱼儿的病 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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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的这种毒名叫彩虹七色障 因为它无色无味 所以你中毒的时候丝毫没有察觉 今天毒发了 身体才会变成红色 可是这种毒失传已久 所以它解药的配方谁也不知道 我现在只能尝试着 用各种方法来替你解毒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药玉方 脱衣服 脱什么衣服 脱衣服 浸药玉 我本来就想死 浸什么药玉啊 我为什么要让你死 你中毒是因为我 所以我有责任救你 我一定要医好你 如果医不好你 我会丢我娘亲的脸 你找什么借口都行 你为谁都行 你讲什么都行 我不会尽 小鱼儿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除非你脱掉衣服陪我一起尽 那我就尽 你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啊 不会吧 不用讲了 讲什么 什么都不用讲了 我是女孩子 我 好 那就不要进啊 也不要让我进 是不是我拖你就拖 是 好 我拖 我拖 暂时为你封了双目的经脉 待会再次量针 你就会看得见了 那苏英可恶之急 不是他来捣乱 我们一定能拿到 独王之王的名头 他跑不远 找到他 杀了他 杀他之前 想要折磨他几个时辰 这个还有你说 这个妖女 还有几分姿色 不要浪费啦 她和娘亲一样 睡熟了便打憨 还要打得震天响地 苏英啊苏英 你真是不要脸 她又没说过要跟你在一起 小鱼儿 究竟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刚才 要我脱光衣服陪你金钥 你是喜欢我的 为什么不跟我说个明白 他们叫你做小鱼儿 真的是一点都没错 你活脱脱就是一味 滑不留守的小鱼 脚儿摸不透 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苏英啊苏英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她心中根本就没有你 她只是把你当是好朋友 顶多是知己 快快忘记她 医好她以后 便立即离开她吧 我真的可以离开她 永远不见她 跟她在一起 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开心过 只有她能逗我开回大笑 只有和她在一起 日子才不会沉慢 只有她才能令我牵肠挂肚 夜里睡不着 老天爷呀 果真有缘分这回事吗 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 要跟她在一起 不 哪里有命中注定 这一回事呢 只不过 你凭着少和男子交往 小鱼儿 是你第一个碰到的好男人 你便少女怀春地 把整个心都放在她身上而已 素颖啊 素颖 你再不要胡思乱想下去了 这样会把自己逼疯的 算了 算了 还是见一步走一步吧 你的毒病没有解 中了彩虹七色障的人 全身会有色彩的变化 变化的顺序 就像天上的彩虹 第一天红色 第二天橙色 第三天黄色 第四天绿色 第五天青色 第六天蓝色 而到了最后一天 会变成紫色 化成酸水而死 今天是我中毒的第二天 那么我的脸 已经变成了橙色 颜色的变化 从头部开始 到了下午 你的双手就会变成橙色 到了晚上 你的双脚也会变成橙色了 周而复时 到明天你就会变成黄色 看来昨夜的禁药玉不成功 今天还要用什么方法呢 用一百亿十支金针灌顶 还是开刀放血 还是 不用了 别浪费时间 别浪费时间 真的 不可以 我既然说了要救你 说到做到 我绝不放弃 不是你放弃 是我放弃 黄绿青蓝紫 还有五天 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五天 谢谢 不可以 小鱼儿 如果你死了 我会责怪自己一生一世 苏音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是我小鱼儿无福消瘦 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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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小鱼儿 小鱼儿 你在哪儿啊 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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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找到我 你不可能找到我 黄绿金兰子 五天 还有五天就醒了 让我在这里 安安静静过完这五天 很快就能来见你了 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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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蛋 我不在的时候 你乖不乖 乖 好乖啊 我走到哪里 都带着你的骨柜 我还经常跟她聊聊天呢 小鱼蛋 虽然 我只和你 做了一夜的福气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后悔嫁给你 你真的很好 很好 但是你不乖 我不明白 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也不属于我了 你忘了我吧 放下我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重新做人 重新过你的生活 对不起 小鱼蛋 小仙女 我可以答应你不放弃自己 但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走 好 好 我答应你我不走 但是我要送你走 不要 小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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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儿救我 小鱼儿救我 你 走 你 走 你 走 走 小鱼儿救我 小鱼儿救我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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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们啊 别过来 别过来 好 但是可能你对我 并没有那么了解 失去的精神就像我们 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 两个人不话不说 再到最后陌生 我想我都可以去扔 路上的灯看着我们 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 希望有个人 能明白我的眼泪 和我的后把声 原来我一开始就像他那么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